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甜甜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篮球 说说啊 辽宁来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今年休赛期辽宁队的所有的主张 全部都缺战了 富豪郭艾伦 赵吉伟三人呢 是正战的国家队 而张正林呢 也是为了自己的恩兵梦想 全力的冲刺 因此呢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辽宁队不得不将 替队当中的年轻球员 提拔到一队 尽心和敛 那整个夏天 辽宁队进行了两轮热身赛 夏季联赛当中 面对青岛北空深圳广州广上 五支球队 取得了一胜四伏的战绩 虽然成绩方面啊 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完全起到了 练兵和磨合的旧友 而第二轮热身赛呢 这是和青岛南南之间的比赛了 两轮比赛下来 辽宁队也是收获破风 这个夏天的比赛呢 杨明是收获了一大二小 他们分别就是 刘燕宇 马壮以及国许 刘燕宇的休赛期呢 成长速度啊也是飞快的 利用九十天的时间呢 也是增重了一十五斤 体重呢 终于突破了两百斤 以往呢 刘燕宇是由于对抗端呢 不占优势 杨明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出场时间 而今年夏天呢 这名天赋满满的内线新星 是抓住了竹龙正李队的机会 有力及外啊 全面提升了自己 在前一轮和青岛队的交战当中 刘燕宇也是分别贡献了 一十一分以及一十九分 而盖茂根是贡献了二十四次 场均八次的封盖 足以将弹簧了这一称号 诠释的淋漓尽致 杨明在采访当中 也是两次啊 点名表扬了刘燕宇 由此呢 就可以看出啊 他的表现 已经得到了主教练的认可 而马壮呢 在此次的多场乐神赛当中啊 也同样是有着稳定的输出 三分命中率也是高达了40% 攻防两端都有着强硬的输出 一直以来呢 马壮啊 都是辽宁对备受关注的后场星星 只不过近三年的时间 遭遇了伤病的无情摧残啊 鲁金呢 在痊愈的情况之下 马壮终于是达到了预期 他呢 也在下个赛季啊 有可能要取代严守期 成为了辽宁队的第三后卫 除了以上两名球员以外啊 郭终今年夏天的成长也同样是有目共睹的 郭终过去呢 其实是一名27岁的老将 但是呢 一直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此前呢 还被辽宁队当初筹码啊 交易到了山东 只不过 近一年的时间啊 就被无情的退回了 下个赛季啊 是郭终在辽宁队的最后一年 因此呢 整个赛季 郭终啊 都在疯狂的训练 他在下季联赛当中啊 厂军能够贡献一十二分四篮板四主攻 个人表现也是极为的出彩 只不过辽宁队目前奉献人员过剩 下赛季能否得到稳定的出场时间 仍然是不得而知的 而杨明呢 之所以在采访当中首次的摊牌 表明呢 对下赛季的冲击冠军有着十足的信心 其实除了几名小将备受期待以外啊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郭终之间的矛盾化解了 在郭绍归队的情况之下 辽宁队才有了冲冠的资本 因此呢 杨明今年夏天可以称得上是有惊无险啊 在阵容方面仍然保持着完整性 尽管呢 其他的老牌强队啊 积蓄的补强 但是呢 辽宁队仍然是联盟当中啊 不可撼动的存在了 虽然说乖伦的离队绯闻呢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了球队的信心 但是呢 我不认为这会成为辽宁队 未免失败的拦路史 毕竟呢 从20支球队的实力来看 辽宁依旧是最强的那个队伍 自然上海呢 有所补偿 但是我们能够明白 没有阵容磨合 一味的去选择外援啊 实际上啊 并不能够拿到冠军的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收到这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